这到底是谁的家 我的容忍度什么时候变这么高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黎晏书了 你从来也没有违抗过我的命令 为什么为了黎晏书 就敢反对我 质责我 难道你也被他给迷住了吗 我怎么会喜欢他这种正本邋遢不讲威慑 而且还满最谎话的女人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是疯了吗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从小到大都是我经常跟别人道歉 谢谢你让海莲娜跟我道歉 没错 你说对了 我就是为了顾景云留在盛红的 所以拜托你以后也不要叫我回韩室 除非你 你 除非什么 除非你对黎晏书有别的想法 阿姨 你看到这个女生了吗 没看到 谢谢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真是老糊涂了 我说什么你都听不清了是吗 你 顾承泽 你 你 你好大的胆子 啊 由于黎特柱的离开 海莲娜产品发布会的几个方案 迟迟没有定下了 还有新产品的设计稿 请总裁给我们点意见 总裁您对我们的方案 有点 总裁 总裁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看着办 大会 哎这这这 总裁刚才说散会 这做点什么呀 这做点什么呀 自从黎特柱被开除以后 顾少爷不来公司了 我听说 他是被董事长关在家里闹绝食 看来顾少这次是来真的了 我看顾少爷说玩玩 黎言书哪一点配得上顾少 对了对了 我听楼下的人说 他还亲过总裁 而且是他主动凑上去的 就在咱们商场大门口 什么 黎言书这个臭标凉的 竟然敢勾引咱们总裁 听说他妈妈就是个狐狸精 啊 总裁 好 总裁 您刚刚是在拖听他们的八卦吗 你喜欢你的女朋友吗 喜欢 那你怎么确认 你喜欢你的女朋友 她是我女朋友 我为什么会不喜欢她呢 总裁您问这个干嘛呀 您最近是怎么了呀 我在让你回答问题 不是让你反问我 总裁真的好奇怪呀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离开她 她好可怜哦 你要是 好可怜 你怎么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胡闹 二十七 00 二十七 00 你怎么能够这样呢 你为什么喜欢看飞灶剧 反正没什么事打发时间吧 我说过三天以后董事长如同 我说过三天以后董事长如同 如果不让你复制 我让你复制 复不复制无所谓啊 我不想让你为难 什么叫让我为难